关于日本排放核污水的种种争议 也许看完这条内容就够了 日本自己被大海围绕 应该是最大的被伤害者 人家怎么不怕 能提出这个问题来 属于连最基本的科学尝试都没有 福岛处于向北的日本暖流 和向南的千岛寒流交汇处 所以排放的大部分核污水 都不会沿着陆地的边缘 向南北方向迁移 而是会随着北太平洋暖流 向东边扩散 也就是太平洋腹地 这意味着核污水污染更严重的是太平洋的东岸 根据模拟排放到了第4000天时 美国圣洁哥市海域的川污染物的浓度 将达到日本供旗的三倍左右 你都说了 人家美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人家对日本排放核污水怎么毫不介意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因为这个问题的前提设定就是错误的 美国真的没反应 只要稍微查一下资料 就会发现 美国也有很多持反对意见的权威人士 去年12月 美国海洋实验室协会就曾发表过一份 反对废水排放计划的声明 夏威夷大学海洋实验室主任罗伯特 也在审查日本排海计划的细节之后呼吁 这个计划的安全性有问题 日本应当推迟排放 美国海洋放射化学家布塞勒更是直接指出 日本人试图从储业罐中除去一些放射性元素 但这项工作没有完全成功 这些水不能直接倒进海里 所以真正没有反应的不是美国 而是美国政府 原因我在上一篇内容当中已经做过专门的分析 三句话总结就是 核污染目前没有颠覆性的危害 站台日本在当下却是战略需要 挑唆区域矛盾对美国更有利 这里有再加上一个比较腹黑的猜测 美国政府曾经在比基尼环礁进行过多次核实验 1946年到1958年间 总共进行了67次核武器爆炸实验 其中还包括第一枚氢弹的爆炸 不止如此 从1940年到1993年期间 美欧一共向大海投放了20万吨核废料 虽然是放在密封的千罐里 但是这罐子迟早被海水腐蚀 到时候核废料进入大海又是一个大雷 这次站台日本排放核污水搞得全世界沸沸洋洋 到今后海洋真的因为核污染出现大事件 那到底是谁的锅 可能就是众说纷纭了 也许这就是大哥给小弟扒的坑 当然了 这纯属我个人阴暗的猜测 说这么多有啥意义 国际原子能机构都说 日本排放的核污水符合安全标准 难道你比专家还专家 咱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因为那很复杂 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媒体说的话 咱们应该听得懂 格罗西说 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为这个事件的安全性做担保 排放是日本政府自己的选择 您这都一本正经的通过各种数据 证明日本排放的核污水能干净到直接饮用 怎么还不敢做安全性担保呢 知名博主严博君通过AI读完国际原子能机构 对日本福岛核电站长达144页的调查报告之后总结 日本核污水中含有古六零 而且在所有的放射物理的比例高达60.8% 1950年物理学家李奥希拉德提出了一种叫古弹的核武器 认为只需要少量的古弹就可以消灭所有人类 而古弹的威力就来自于古六零 当然抛开计量谈比例确实是耍流马 但是这份报告关于古六零在核污水中占比偏高的信息 并没有被媒体大肆报道 也许这就是日本的公关费起到了效果 退一万步讲 就算当前核污水排放入海对人类不会造成巨大伤害 那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 又有哪个国家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去监测日本这部分核污水 未来三十年可能会对全人类产生的影响呢 日本也是无可奈何 毕竟储存核污水的罐子也不够了呀 咱们先不说处理污水的方法其实有很多 直接按照日本自己给出的说法 经过处理的核污水干净到可以喝 那既然都能喝了 为什么不把这些水放到日本国内的生产当中 哪怕用来冲马桶不行吗 你用罐子储存它干嘛 也有人解释了 因为这些都是海水 说是能喝只是在形容它的清洁度 海水不能用于生产生活 海水是吧 没法使用是吧 那咱们来看一看 海水淡化的成本是多少 就目前的海水淡化技术而言 处理一吨海水淡化的成本大概是六到八毛 而日本这次经过处理的号称 干净到可以喝的核污水 总共一百二十万吨 算一下吧 把这些核污海水全部处理成淡水 也就不到一千万 咱们再退一步吧 就算你连一千万都不愿意花 那干脆挖个坑 把这一百多万吨干净的核污海水 搞一个人工湖 又有纪念意义 还能创造旅游收入 所以想想吧 罐子装不装得下 根本就不是日本排不排放核污水的原因 在这里 最轨调的地方在于 日本目前的动作 实际上是成本最大的选择 你看 这次核污水入海事件的舆论公关 日本花了七百亿 再加上 中国 泰国 俄罗斯 韩国等国家 宣布全面或者部分停止进口日本海产品 日本去年一年的海产品出口额高达149亿 这个数字今后可能连零头都不剩 冒着如此大的成本和反对声 也要把所谓的干净到可以喝的核污水排到大海去 这到底是脑子一根筋不会算账 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用商业逻辑推演出的道理 其实最有说服力 但如果你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立场 可能你也听不进去 中国似乎是反应最激烈的国家 也不见别人像咱们这样群情激昂的 这样的观点气得让人想发笑 日本核污水排放入海之后 它的放射性物质在海洋中通过三种方式传播 两到三年内可侵入中国海域 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14亿人口 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 未雨绸缪提前做好约案 这不是情理之中的事 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事实上只有中国在发声 这个说法也完全不正确 包括韩国 俄罗斯 德国 泰国等国家 都明确的反对 韩国多个在野党和市民团体 就曾在首尔市中心举行大规模集会 强烈敦促日本政府停止核污染水排海 在韩国民调当中 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的比例高达97% 说到这儿啊 倒是那些明明灾难迫在眉睫 却还镇定自若的人 可能才算是反常吧 西方国家对待日本核污染水排放的态度 真的中立吗 这个问题很主观 我们没法替他们回答 但是可以对比一下 前一阵子 蒙古国沙尘暴侵袭北京 西方国家是怎么报道的 按理说 这远在东北亚的沙尘暴和欧美 应该距离很远吧 但纽约时报在报道中 可谓是极尽修辞功力 堆砌了许多类似于横扫 遮天蔽日等词汇 刻意营造出一派末日景象 并且疯狂地渲染中国民众 怨声载道 中国西北环境治理恶化的情绪 甚至德国之声的报道 还用春秋笔法 刻意给读者造成了一种 中国气象局承认沙尘暴 起源于中国的错局 一场并不由中国所引发的沙尘暴 竟然能让西方媒体抓住之后 狠狠炒作 还搞得有鼻子有眼 中不中立 大家各自评判吧